就讀台东高商广告设计科的同学陈玉文 利用复古的阿嬷带的红蓝绿配色为设计发想 创作出许多富有本土意象的人物描绘作品 更在全国记忆竞赛当中获得评审青睐 一举拿下金手奖全国第四名 我们一起来欣赏他的作品 在展场中 墙上挂着的绘画作品 大胆地利用红蓝绿作为主要配色 加上复古的字体与排版方式 像极了早期的电影海报 但是描绘的主体中却又很有现代感 两者交织在一起相当耐人寻味 而这些作品出自于东商广告设计科的学生 陈玉文之手 以传统的阿嬷带 也就是俗称的卡吉地亚作为配色的发想 加上从师长们身上学到的绘画技巧与设计手法 创作出了这些绘画作品 甚至更一举夺下了全国记忆竞赛的金手奖 我的作品的话 我们是以那时候比赛的时候 是以红色配绿色为主 因为我想说古早的复古 在台湾绿色蓝色跟红色是非常常见的 就像那个有些阿嬷会戴着的袋子 其实我很喜欢那种配色 觉得这种配色很特别 然后很能够吸引人家的注意 同时也是台湾的特色 跟老师或者是其他的系主任去讨论说 到底要怎么样画那个技法是什么样去呈现会比较好 然后去研发出属于自己的绘画方式 像是我这边都有用一些亮亮的那个儿童绘材 就是浇水加上一些亮粉 然后去加一些特别的层次感 陈玉文从小就常利用绘画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而他在参加全国竞赛中 想要脱颖而出 的确的面临许多压力 而在他背后 有亲朋还有们默默的支持 让他能够继续的勇往直前夺得夹击 从小到大 家人很支持 同时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情 我小时候其实就是不太敢表达自己的想法 然后常常是用绘画的方式去表现 在比赛当之前都很多人支持我 然后看好我 虽然那时候压力很大 但是也蛮感动的受到肯定那种感觉 相较于都市中常见的元素 在台东成长的陈玉文 设计出来的作品不仅精致富有层次感 还有浓厚的本土异象 更让他夺下了金手奖获得肯定 而未来陈玉文仍会持续的探索在地的故事 利用他细腻的绘画创作 将台东的故事呈现出来 记得韩起轮 台东市报道